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6还有iPhone6 Plus手机 9月19号将在一些国家开售 但是作为世界最大手机市场的中国大陆 这一次却未能进入首发地名单 这使得外界感觉有一些蹊跷 各种的原因也让海外媒体是猜测纷纷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ZD Night在9月10号报道说 将中国大陆排除在首发地之外 使苹果公司对中国电信运营商 提前泄露iPhone6细节情况的愤怒报复 不过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说 是中共的监管部门造成了iPhone6 在中国大陆市场推迟出售 报道是引述中国大陆相关运营商高管的话说 新款手机似乎尚未获得 中共监管机构的销售许可 今年7月份中共喉舌央视曾经指责 iPhone可能对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不过苹果公司立即对相关的指控 给予了否认 香港60多位大学学者 还有9个大专员工协会 9月11号发起联署 声援将从9月22号起 罢课一个星期的香港大学生 这篇以不要让罢课的学生孤单为题的联署 呼吁香港全社会 尤其是教育界 要珍视学生争取民主与公益的赤子之心 给予学生最大的支持和保护 并在学生罢课期间戴上黄丝带 不要让他们孤单的面对白色恐怖 学者们在联署中说 他们身为教师和公民 看到香港的民主进程受到打压和封杀 感到痛心和愤慨 但是绝对不能因而放弃 应更加需要坚守岗位 共同承担起时代的责任 联署希望全港大专老师体谅和宽容处理 因为参与社会运动而缺客的学生们 避免在巴克期间考试或测验 并为学生们提供补课、辅导或者课堂录音 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郭飞雄 被指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 9月12号将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审 由于法院不准律师来复制卷宗 11号郭飞雄和他的代理律师分别发表声明说 他们决定要抵制庭审 狱中的郭飞雄在声明中说 如果明天9月12号继续按原计划开庭 那么法院的庭审将是不正当和不合法的 他将在庭审期间全程保持沉默 郭飞雄的两位代理律师张雪忠和陈光武 也在11号共同发表声明说 在未能复制核心证据的情况下 确实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 因此辩护律师不会出庭9月12号的庭审 郭飞雄因为参与去年南方周末 新年献词事件的声援活动而被起诉 而郭飞雄的其他被认为有罪的活动 还包括倡议官员财产公示 以及倡议中共全国人大批准实施国际人权公约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由于女贤面员贤用